您關心 新北市戲指一處社區 日前發生暴力的糾紛 社區總幹事喝醉酒 看見剛上班沒多久的保全 在警衛室裡面睡覺 立刻是呵斥要他起床 雙方也因此爆發口角 總幹事一氣之下 竟然隨手拿物品 把保全砸到 偷破血流 我念法律 念十幾年 他媽 你跟我講法律 然後呢 跟我什麼事 一名男子喝得醉醺 是因情緒失控 大神嗆聲 認為自己比遠景更懂法律 你在躲下心啊 你在躲下心啊 你大聲是不是啊 你大聲是不是 跟遠景比大聲 持續叫囂 眼看男子暴走不受控 警方也不客氣了 你現在你這個狀態 有傷人 有傷人的行為 我現在對你指示管輸 那手背要認 男子被上口壓制 只好乖乖就範 總幹事你可以打人 原來這名男子是社區總幹事 不久前涉嫌酒後毆打社區保全 我喝酒 然後過來看啊 過來巡 然後他有看到那個保全 還在睡覺 可能就是你一氣撕下來 路路上面發生在 新北汐止移住社區 11號晚上9點多 張姓總幹事看到 中姓保全在警衛室打瞌睡 走進去大聲斥責 雙方爆發爭執 總幹事一氣之下 竟拿起桌上物品 就往保全頭上砸 保全被砸得頭破血流 社區住戶見狀 嚇壞立刻報警 原警先對總幹事實施保護管束 並依準現刑犯逮捕 警訊後移送士林地解署偵辦 保全上班不小心打瞌睡 社區總幹事不理性溝通 酒後失態直接出手教訓 好在保全就醫後 傷勢沒有大礙 恢復正常上班 也堅決提告要讓總幹事 為自己的暴力行為 付出法律代價 記者綜合報導